第一次带女友见老爸 准备亮出家 看着呢 没想到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 何况我女朋友这么美 小陈 你小子怎么来这儿了 爸 爸 不是不是 这我爸 先生好 你好姑娘 你这是在干啥呀 爸 这是 你别管这是谁 你这是在干啥 我在工作呀 咋了 我第一次带女朋友来见你 你这可能 整得跟清洁公一样的 人家姑娘咋想了 我就是一名保家 这就是我的工作 你该不会没跟人家小姑娘说吧你 不是爸 啥清洁工呀 咱家是不是出啥事了 你好好跟我说 你胡扯什么呀 你胡扯 姑娘 叔叔 不好意思 我手脏了 没事没事叔叔 姑娘真好看 今年多大了 我24了叔叔 不是爸 你别再装了行不行 你这是在干啥 我装什么呀 我装 人家姑娘这么好的条件 怎么会看上你啊 不是爸 你在胡说啥呢 叔叔 我是准备得比较匆忙 一点小心 您别介意啊 哎呦好姑娘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今天高兴 咱们一会上街上去吃饭去 不是爸 咱回家吃不行吗 家里乱 今天就去外面吃 我这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 你家门 你不能不让人家进啊 没事没事 咱就先叔叔的 咱就出去吃 这姑娘说了对 多懂事的姑娘 你小子来来来来 帮我把墨底扫帚 给我拿到车上去 我去换一下服装啊 换一下衣服 那我先去 那我先带着我女朋友去看咱家的车啊 你这老头你非得给我装 哎这老头咋换车了 之前不是这车呀 你家到底是干嘛的呀 你说你家特别有钱 我看叔叔也挺朴素的呀 这老头跟我装呢 这车这大忌什么的 这都是都是他的 姑娘 小子 走走走 咱们吃饭去 不是爸 你这实质破烂是干啥呀 硬给面涨价了 卖钱呢 不是西装呢 你这出门 你穿西装的吗 不是 什么西装都装了 别胡说 车钥匙给我呀 不是我放哪这丧手 车钥匙 拿来吧你 这不就是我的车吗 不是爸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行不行 这不是咱家的车吗 你小子 不会给人家姑娘说 你是个富二代吧你 啊 不是爸 你 你说啥胡话呢 我爸今天吃错药了 你别搭理他 别理他 莫名其妙的 你说说姑娘 我们俩你信谁 我真没有骗你 我跟你说我爹装的 他在这 你说实话呗 爸 你干啥呀 这是 行了 我一直以为 上 那个 叔叔 我改天再来看您 这 带女朋友过来看你 你干的这是啥 你故意的是吧 别实了呗 别实了 干啥呀 这是 喂喂 你听我解释 我们家真不是这样的 你一会是刚刚出入社会的穷小子 一会又是自住山区孩子的大善人 一会又是住着别墅 开着好车的富二代 现在又是 到底哪个是问才是你真的 还是你又想考验我什么呀 我真不知道 我爸知哪根筋搭错了 他硬给我唱反调 你要相信我 我没有骗你 你穷也好 不也罢 但你不能这样变着花样的玩我 有意思吗 我没有玩你 我 我可以陪你一起吃苦奋斗 但你要让我觉得你值得 对不起 卫卫 我 你看让我失望了 装装装 他爸不同意 他哥不同意 现在你又这样搞我 你要有能耐 你自己生孙子去 师兄 您喝点水 好姑娘 不是你咋又来了呀 叔叔 这圈上您干活 一定有注意身体啊 哎 你哎呀 你别沾手了 你歇着吧 我想说 你经常帮我爷爷奶奶干活 比热咱比热累 还有啊 叔叔 这穿太热了 您记得要早点 还能干 这样的凉快点 还有啊 晨晨这么大了 让她帮您干呀 好好好 好回去 哎呀 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儿媳妇啊 对呀 这么好的儿媳妇 你说 你这是在干啥呀 你在装啥 刘晨 能不能好好跟你爸说话 我今天跟你来是为了你这个人 不是为了来看你家里做什么 有多少辆车有多少钱 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我爸 他就是装的 行行行 对不起 行吧 我一直在骗你 我家其实很穷 我爸就是个石破烂的 我就是为了和 我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 我到处撒谎 我各种装 我是有钱人 行吧 你够了没 我够了呀 我够了 我为了好面子 我虚荣 我为了我在人前抬起头 我故意装 我就是个烂人 好吧 我不配做你男朋友 我也不配做你儿子 行行行 你你全面吧你 刘晨晨 你给我站着 跟你爸好好道歉啊 大家刚说好了 哎呀 你是没体验过老头的说教啊 太恐怖了 要么咱回去吧 来都来了 要么 不能 压着脾气啊 别吵架 好好说 爸 我回来了 好 哟 我也来了 叔叔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快坐快坐 怎么 小子 知道错了 那个叔叔 要不你俩先聊 我去花儿里转一转 行 花儿里看看吧 行 那我就直说吧 薇薇她不是那种 陆直的女孩 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 是不是 我还看不出来啊 不用你来这么说 那你为什么 要在我女朋友面前装穷啊 就为了让我出丑吗 你拿着你老子的成果出去显摆什么呀 我出去显摆什么了呀我 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嘛 你想过没有 你的钱是从哪来的 啊 就你这个年纪 你凭什么住这么好的房 开这么好的车呀 那 那不是因为我身的好吗 那是因为我想让你过得好 别人的父母在享福的时候啊 我还在拼命的赚钱奋斗 我吃不了的苦 你不得去吃吗 我买不起的车子 买不起的房子 你不得去挣钱买吗 我 从小我就被你掌控 我想够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有错吗 给你铺好的路 你怎么就是不听了你 你都快三十的人了 还一事无成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不服从你安排 我就是一事无成了 我在你眼里就这么没用吗 就凭你现在的能力 你能给人家屋里想带来幸福吗 你能给你将来的老婆孩子 带来些什么呢 就算家里的赞友 早晚有一天 也会被你给摆光的 好 那咱就等着 早晚有一天我会向你证明 不靠你我一样能成功 你拿什么来证明 你的成功 不是在我的肩膀上去的呢 没有你我还没有朋友了吗 我还真不稀罕你给的这些便利 你那些是真朋友吗 那都是花钱买来的狐朋狗友 好好好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 你也不用再管我了 行 从今天开始 我一分钱也不给你 我靠你要看看 你能活成什么样子 我不靠你 我一样能取得来 怎么样 这叔叔聊挺好吧 我 我要是什么都没有 没有了 你还愿意陪着我吗 就算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会陪着你的 面包没了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奋斗啊 就算他们都不信 但我信 是什么都没有 我以为